路上下著大雨行車記錄器拍下 後方一台休旅車 煞車不及 從後方追撞車尾 車頭車燈都粉碎 從被追撞車另外一個角度看 當時雨下得真的很大 雨刷開到最大 視線還是有點模糊 當駕駛開到扎道口時 因為回堵連盟減速 結果就被後方休旅車撞上 車後地點是在台中 最近午後常突然下起暴雨 當時兩臺車是在臺七十四線 快速道路 疑似因為大雨視線不良 發生追撞 休旅車駕駛頭部也受傷 下雨視線不良 駕駛要放慢車速 也要記得開啟大燈 因為光從七月一號到八月十五號 台中五分局就舉發了一百七十一件 雨天未開大燈違規 警方提醒 雖然現在部分新車發動時 會自動開啟日行燈 但因為法令還沒有修改 下雨時只有開日行燈 沒開大燈一樣違規 駕駛駛要多注意 華視新聞無連許文台中報導